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插入对阵架的第二局下半场 地图是永眠镇 这里这套阵容拿出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PP还蛮头疼的 带个闪现一定带个闪现 带个闪现来抓 把它如果说上来能够闪现破箱 把这条件事抓了 然后稳稳的去打防守的话 我觉得PP平局有 但这套阵容它的一个可操作性很高 条件的操作性很高 然后昆仲学者加配前锋的操作性也很高 再加上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傭兵救人位 如果前期真牵制起来 那这个局就偏向于求人者保平真胜了 所以这个局PP是一定要利用好这个闪现的 他带传送我觉得不太可能 带传送我们抽奖 这个阵容你带个传送 那怎么打呢 看一下这边上来第一个点 抓的话反正昆虫 那个调向二选一 追前锋行不行 我觉得不是很行 追前锋的话放外面 调势和昆仲学者修其实蛮头疼的 这个局最多一个宝屏 而PP对于PP来讲的话 这把宝屏 它是希望要打一个多抓的 带的是底牌挽留 香水来好看了 好久没看到对吧 这些职业级的 调香尸了 这香水手速过快 往前走的话应该是雕像风交互点 还行吗 因为前面夹了一下 所以这边再夹一下一刀带走了 又没有先知的 调势一边香水CD好的 香水放这边PP扭掉 扭掉的话香水这边要强行拉点了 要赶紧拉 赶紧拉 但这个声位拉完 那等你香水真空气打一刀了 哎两个人玩车 这一波我感觉肩佳有一点点在套路PP的感觉 看到没有就 就赢着这个车过去 然后是往这边一撇 你知道打不打 你打了你就待在原地插刀 你插刀你就被车撞 这可以啊 这波玩的不错 昆虫这边还来保一手 距离拉的非常的远 就你有闪现你都打不了我 原来还有对吧 利游车的这边投粉厂 投粉厂的话走大空地 雕像十字没围到 没围到前面我们看一下北离的前锋 独栋这边是北离的前锋 香水有一瓶 又哎 这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呀 这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千万大家一定要在注意交通安全 漂亮 哇这波北离的预判状 nice啊 香水直接放拖一会拖一会 这是能拖多久前锋来了 撞晕 这波撞晕的话 尖加这边拉走了 然后前锋回去把自己的密码机补掉 昆虫这边看一下有没有地方 再能够来进行一个阻挡 这就是为什么给大家讲 就知道阵容它的一个可操作性真的很强 昆虫加前锋 然后牵制卫是一个挑战师 那强是前期牵制的这个雕刻家 对啊平地里面 空地里面我躲身体实体刀 是很舒服的 那这把求人者基本上我觉得平局有了 昆虫昆虫昆虫 这里昆虫各种挡 来拖拖拖拖拖 哎闪现过来 闪现过来 哇在被迫交那个闪现 被迫交闪现前锋好像还想保 要将这边 前锋没有保 前锋这边是应该准备来第一波救人了 挂的话挂到要将这边 昆虫昆虫有没有动 没有动 没有动 佣兵第一波救吧 我觉得佣兵第一波救 前锋也靠过来了 那好像是想用兵外面重新洗一台 这边投坟场去干扰外置位的这个昆虫的街 三跑的面现在给到了32%差不多 蛮高的 但是呢皮皮也有机会能保平的 因为他这波打完以后他到二阶了 这波打完到二阶了 哎雕像夹一下 这边前锋 哎前锋前锋拿球 撞 撞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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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波怎么撞运的 这波刚才是撞在了佣兵身上吗 不会这是打出的配合吧 这要是插入打出的配合 我是不信的呀 刚才这个撞应该是撞在空地上面 是撞在了昆虫上 还是撞在了佣兵身上 我给忘了 但是一定是撞在了就是 就相当于就后面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掩体 这波强尸倒地前锋这边还在牵制 撞到虫子上面的是吧 还能打出这种配合啊 我知道前锋跟昆虫的配合很厉害 但也没想到这么厉害 这样的话换挂前锋放走调香尸 这边压一台遗产 呃外面没有博命了 昆虫的话不知道是否博命啊 呃求者这边需要昆虫外面去再起一台 外面的话昆虫这边已经到了 昆虫到的话这边调师教自己 最好是佣兵去把它摸起来啊 最好就没有摸起来 这自己不太好教 然后调师这边跟昆虫一起修 佣兵这边压死救一波 我卡半救没什么必要啊 你卡半救你没有博命 压死救一波会更好一点啊 调师那边翻箱子 这里雕像雕像 皮皮防守 哇这救下来了 救下来 前锋 有一说一这把这个两次关键性的救人 皮皮都是 都是一刀能击倒的人 然后一波呢前锋那个对吧 螺旋撞 撞晕了第二波这个 一刀没挥中药像强行把它捞下 但这样的话我觉得 求者的状态非常惨 哎调香是摸了瓶香水 这瓶香水要命 摸了摸了根真 这根香 这根真要命了 这根真调香是能来救人了 傭兵在这边对吧 吸引你 勾引你 来雕像交给我 调师这边冲过来救人 密码机84% 这密码机是能压好的 救下来 二人转 来转起来 左右转两个 一刀打 密码机点亮前锋 这边往目的里面冲 傭兵 这边掩护一手 掩护一手对吧 你打不打我你不打我我点门了 抓调师 这把真的是配合全打出来了 可以让我们看到 就这套阵容 就是可操作性阵容的一个 配合上限 前锋没有球的 这前锋 嗯 牵起来 昆仲学者这边点门 好像还有机会能保平 好像还有机会能保平 呃 傭兵这边门开了 他先拉开 手上面两个护臂 压着 对 然后保前锋那边走 前锋的话 半状态 保前锋走 这里有传送 但是 不好说呀 但你有传送 我有两个护臂 这里只能就堵佣兵 对吧 走小门 然后这边传送过去 把这佣兵给秒了才行 但如果说佣兵 反手跳地窖的话 这个局应该是三跑了 还不好说 还不好说传送了 那应该是三跑了 可以恭喜插肉了 这把的话 确实插肉的求生者的一个配合是真打出来了 全打出来了 该配合的点 该操作的点全打到了 恭喜插肉 2比0战胜吉亚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真的没有想到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就是X-ROG的求生者发挥 实在是太亮眼了今天 是 就是他们感觉还是那种 有点那种 有点那种颤颤巍巍 有点危险的 但他就是每一波都能封住了 对 就每一波都很危险 但是最后都没